川味腊肠 上次的广味腊肠小火了一把 很多小伙伴就问我川味腊肠怎么做 今天教程来了 猪咸腿肉温水冲洗干净 用厨房纸擦干水分 肥肉和瘦肉分开切 肥肉切丁 瘦肉切成硬壁大小的块 切好的肉按屏幕上的配方放调料 没有冰糖粉的可以用白糖代替 抓匀腌制4个小时 提前半小时清洗肠衣 套水龙头冲洗两遍 有漏洞的挑出来不用 再放白糖和水泡半个小时 腌好的肉塞进灌肠器 一定要塞紧实 另一档再套长衣 末端打上节 右手转动灌肠器 左手放长衣 肉要灌紧实 灌到酒分满 灌好的腊肠分成均匀的小段 并细上绵绳 放70度的水中过一遍 捞出来每一节都多扎一些小洞 挂阴凉通风处15度以下 晾7到14天 我晾了13天是这种状态 准备一口铁锅 不要用不粘锅 铺上锡纸 放茶叶 橘子皮 糖和新鲜的柏树叶 大火烧出冒烟 再上蒸屉 小火蒸一个小时左右 中途多翻几次面 出锅啦 切成薄片 我觉得川外腊肠炒蒜苗非常好吃 大家可以试一下 喜欢的赶紧安排做起来吧 我唱得更好 来火烧出唤 我唱得更好